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因为祂是配的所有荣耀 所有尊贵 所有颂赞的神 Amen 感谢赞美你主耶稣 Hallelujah 你配的全所有 你配的全所有 你是万物源头 一切都归于你 配的所有荣耀 你配的全所有 你配的全所有 你是万物源头 一切都归于你 配的所有荣耀 配的所有荣耀 一切都归于你 众神徒中天使 伏父报作前 众神徒中天使 众神徒中天使 伏父报作前 从长老前辈 卸下冠冕在圣岗 仰前敬拜 你赔的全所有 你赔的全所有 你失望无缘 都一切都归于你 赔的全所有 荣耀 你赔的全所有 你赔的全所有 你失望无缘 一切都归于你 赔的全所有 荣耀 哦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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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们敬拜你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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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白天到黑夜 神到你左前 心像记得不休 神到你左前 从白天到黑夜 神到你左前 心像记得不休 神到你左前 从白天到黑夜 神到你左前 心像记得不休 神到你左前 从白天到黑夜 神到你左前 神到你左前 心像记得不休 你赔的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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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十万无缘 都一切都归于你 赔的全所有荣耀 你赔的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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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万无的源头 你赔的全所有 你赔的全所有 你是万物人头 的确都归于你 陪着所有荣耀 所有的荣耀 归于你 万物尽在你左前 所有的荣耀 归于你 荣耀荣耀主耶稣 所有的荣耀 归于你 万物尽败你左前 所有的荣耀 归于你 荣耀 荣耀主耶稣 荣耀归于你 全民归于你 荣耀归于你 全民归于你 荣耀归于你 全民归于你 荣耀归于你 荣耀归于你 全民归于你 荣耀归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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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 归于你 荣耀主耶稣 所有的荣耀 归于你 荣耀归于你 祝你荣耀 荣耀祖耶稣 荣耀 荣耀祖耶稣 荣耀 荣耀祖耶稣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你 祖耶稣 是的神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 因为你配得主耶稣 你配得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主耶稣深深爱你 大大祝福你 厚厚恩待你 耶稣深深爱我 大大祝福我 厚厚恩待我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有三样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我们的眼前 关于2022年 就是爱神 爱人 爱生命 爱神 爱人 爱生命 跟你旁边的 敬主的弟兄姐妹们说 爱神 爱人 爱生命 哈利路亚 感谢主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从以赛亚书第43章18到19节 这边讲到 神要在我们当中做新的事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要纪念以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看啊 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其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哈利路亚 主要说 我们感谢你 今天你要跟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 因为在这新的一年里 2022年 你要带领我们 凭着信心 根据你的应许 你要在我们当中行 哈利路亚 新的事 主啊 求你 敞开我们的心 知道我们能够仰望 主啊 你如何地教导我们 如何地我们能够向你学习 来接受这新的事 和经验到主啊 你新的恩典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新的祝福 在这新的一年 2022年 我们将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声明 圣经有许多地方 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神 祂是要在我们当中做新的事 新造的人 哥林多后书5章17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哈利路亚 新天 新地 启示录21章1章1还有第4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海也不再有了 神要插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号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新命令 耶和福音第13章第34节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哈利路亚 新月 耶利米苏31章31节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另立新业 新生 耶和福音第3章第5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新的灵敏 耶利米哀哥第3章22到24节 我们不至于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灵敏不至断绝 每早晨都是新的 你的城市极其广大 我心里说 耶和华是我的份 因此我要 仰望他 新的新 以世界书36章25节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借尽了 我要借尽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误会 去掉一切的偶像 新的灵 以世界书11章19节 我要使他们有赫益的心 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 又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 食心 要赐给他们肉心 哈利路亚 Amen 以博所书第4章第24节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人词和圣洁 哈利路亚 刚才这么多的经文 我读给你们听的 都是关于神 要在我们当中 所做的新的事 很多时候 因为 我们一直想关于以前的事 所以呢 变成我们不能够领受到 神要在我们当中 所做的新的事 第43章 18到第19节 这边有讲到 耶和华如此说 谁跟我们说呢 耶和华 创造天和地的耶和华 就是天父上帝 他才派的儿子 耶稣来到我们当中 他的圣灵在跟我们说话说 在这2022年 你不要记念以前的事 不要记念以前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我们继续的记念以前的事 我们说讲的都是以前 我们想的都是以前 我们的目标不是放在前面 目前或者是将来 一直在讲以前 一直在想以前 我们会进步吗 而且呢 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昨天今天 将来永远不改变 意思就是说 耶稣昨天 他是我们的主 今天他是我们的主 将来也是我们的主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他要在我们当中 做新的事 假如我们一直讲以前的话 你想想看 你的基督徒的生活 会不会有新鲜感 你的基督徒的生活 会不会有那种使命感 来接受新的挑战 神的旨意 哈利路亚 来成全他在你生命的 他的旨意 所以呢 这边告诉我们说 保罗 为什么他会这么成功 为什么他会这么上进 为什么他会在主里面 成就大事 因为他学习了这一点 好的事 坏的事都要忘记 哈利路亚 这边讲到 菲律比书 第三章 第十三节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 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 面前的 我知道 很多弟兄姐妹 我们谈起关于 忘记背后 努力 面前的 我们总是说 有些事 我们是忘不了 某某人 某某人 怎么样伤了你的心 某某某某人 说的那些话 好像一根刺 这样 我们感到 很难忘记 弟兄姐妹 很多东西 我们不会忘记 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 我们学习如何的 原谅 宽数 但是我们当然会永远记得 生命的那些教训 我们所经过的那些教训 我们要当中学习 如何的从这些不好的经验 从中吸取那些得到的功课 当然我们不会忘记 但是不要把仇恨记在心 我们不能忘记 所学习的功课 这是理所当然的 只要我们有一天活在这世上 我们有一个正常的脑在操作 有些事情我们会记得 但是只是记得仇恨 这样就不对 这样就会得罪神 而且会得罪人 我们要学习放弃 我们要学习原谅 但是很多时候我知道 我们想起那件事的时候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从中学习了什么 在这经验里面 我们得到了什么功课 这样才正面很客观的 来看那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在保罗的生命里面 当他说到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时候呢 他其实讲到 好的事 坏的事 我都要忘记 为什么呢 因为好的事 假如我们一直在想的话 一直在谈起的话 我们会觉得自己 好像很有那种优越感 但是那些不好的事 我们一直在提起的话 会使我们感到很失败 保罗 在他生命里面 他是法利赛人 他是顶尖的法利赛人 跟其他法利赛人比起来 他比他们更像法利赛人 但是那种成就感 他说我愿意放弃 因为我要珍视这耶稣基督 那么在不好的方面呢 就是他逼迫教会 牺牲了很多人的生命 他想起这件事的时候 我想他心里面 一定是非常的难过 但是呢 不管是好的事 坏的事 他学习的就是放弃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在这2022年 哈利路亚 新的一年 我们要学习这门功课 就是不要纪念以前的事 当然我必须再提醒大家 我们不会忘记 那些我们所学过的功课 但是一定要放弃 那个不原谅的心 或者是那种感觉 我们不能够宽恕 我们要学习如何放下 如何的放弃 好像耶稣 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说原谅他们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在做什么 很多时候 我们身边的人的确是 他们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做什么 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感到很反感 岂有此理 你还在跟他们辩护 不是 保罗当时 他逼迫教会的时候 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吗 他自以为是 扫罗 他的名字叫扫罗 他以为他在侍奉真神 后来的时候 他才发觉到错了 他做错了 所以就好像 耶稣基督说 父啊 原谅他们 因为他们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的确 当时扫罗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们身边周围的人 很多时候 他们自己不知道 在做什么 哈利路亚 不知道为什么会说这种话 或者是做这种事 所以呢 你和我 若是要能够跨境 大步的跨境 2022年 而且呢 我们要向前 继续的前行的话 而且 可以看到有神在我们当中 有要做这个特别的工作 我们就要不要纪念以前的事 好事和坏事 第二 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很重要 很多人他们喜欢说 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以前的时候 他们如何如何的成功之类讲 一直讲以前 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告诉我们说 不要纪念以前的事 第二 就是 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假如我们 一直在思想古时的事 那个古时的事 会变成我们的绊脚石 使我们不能够前进 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九到第十一节的时候 这边告诉我们说 说了这话 他们正看的时候 他就被取上身 有一朵云彩 把他接去 便看不见他了 当他往上去 就说 耶稣 他升天的时候 那么 那些门徒 定经望天的时候 突然有两个人 身穿白衣 站在旁边说 加利利人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 借升天的 耶稣被借升天 当时 你们看他怎样 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天使 纠正 他们的思维 告诉他们 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一直在看着他 被借升天的时候 一直在讲 他是多么奇妙的一位 夫子 如何地教导他们 如何地行神迹 启示 他们非常舍不得 但是 只要他们的思维 还是停留在那一个阶段 就不能够迎接 主耶稣的再来 和他将来要 在他们当中所成就的事 所以呢 那个两个身穿白衣的 我相信是天使 就告诉他们一句话 他怎么样往天上去 这不是一个结束 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每一个结束 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你和我 必须要接纳 当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做的那些事情 这路是已经到了一个结束 也就是说过去 但是并非是没有未来 神要开始做新的事 所以呢 那天使鼓励他们 跟他们说 你们仰望的 不是只是 耶稣被借升天 你还要迎接 他 他会再来 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六节 在这边也说到 关于耶稣基督 门徒他们 去到那个 安放主的地方 然后 他们 很惊讶 耶稣的身体不在 他们也感到 很惊慌 很伤心 但是呢 天使跟他们说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 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 安放主的地方 哈利路亚 所以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 以赛亚书 神跟我们说 不要思想 古时的事 哈利路亚 不要思想 古时的事 也要滑水 我们所说的 每一句话 他的出发点 就是要我们 注意听 然后呢 我们要 遵守他所讲的 这样我们才能够 迈进 2022年 因为他有 美好的计划 他要呈现给我们 他要 是请我们 参与 那美好的计划 对 虽然疫情是 非常的严重 但是上帝 还是坐在 他的宝座上 哈利路亚 他 全方的 不管疫情的 什么事情发生 他都是在掌权 哈利路亚 在路加福音 24章 5到7节 这边也讲到 关于 那些妇女 也就是那些 信主的 那一般妇女 他们 不晓得 要如何的面对 尤其是关于 耶稣基督被 钉死在十字架 而且他们的将来 是怎么样 第五节 妇女们 惊怕 将脸伏地 那两个人 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 在死人中 找活人呢 他不在这里 已经复活 当纪念他 还在 加利利的时候 怎么样的 告诉你们 说 人子必须 被交在 罪人手里 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 复活 这并非是 耶稣没有 交代他们 耶稣有 交代他们 但是呢 很多时候 好像我们这样 主的话 我们只是 听一半懂 听一半不懂 而且呢 我们只是 遵守一半 另一半呢 我们 复裂了 这边告诉我们 他们呢 感到惊怕 但是呢 那个天使呢 跟他们说 你要记得 他所说的话 十字架 代表了 神的计划 的一部分 另一部分 就是 他的 复活 所以不要一直 在想 关于 古时的事 当时 他们的情况 就是在思想 古时的事 就是十字架 他们 全部的 那个 注意力 只是注意在 十字架 也就是说 耶稣 他的生命 就是 到十字架 为止 把他从 十字架那边 抬下来之后 就是要把他 埋葬 那么 就是到了一个 总结 一个段落 但是呢 并非如此 十字架 代表只是 一部分 神成就了 第一部分 就是呢 耶稣 基督成为 带罪羔羊 但是呢 下一部分 更重要就是 他 复活了 他得胜过 罪恶 前世 他得胜过 撒旦 哈利路亚 他得胜过 死亡 哈利路亚 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哈利路亚 圣经里面 所记载的 不管是 路加 或者是 耶和福音 都给我们看到 那些门徒 他们的思维 必须要改变 他们的想法 必须要改变 同样的 你和我 在这2022年 我们所想的思维 我们的看法 一定要改变 假如你要问 牧师啊 你要我改变 从那方面 很容易 因为假如你是 根据以赛亚书 43章 18到第19节 你背起来 然后你愿意 顺从 每一部分的话 你就会慢慢的 你的思维 就有那种 完全的 从旧的思维 进入新的思维 哈利路亚 这边告诉我们说 耶和福音 20章 13节 天使对他说 妇人 这妇人是谁呢 是莫达拉 玛利亚 你为什么哭 你想看 一个成年人 他哭 为什么呢 从他的原语里面 可以看到 他很伤心 他说 因为有人 把我主 拿了去 我不知道 放在哪里 也就是说 他感到很伤心 耶稣被钉死 日记 已经是非常非常 对他来说 是很伤心 那件事 现在连尸体也找不到 但是呢 同样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个天使呢 要他们注意的 不只是十字架 而且是第三日 复活了 哈利路亚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学习 不要纪念 从前的事 好事 坏事 也不要思想 古时的事 哈利路亚 反而呢 2022年 我们要专注 就是 神 要做 一件新事 在这 以赛亚书 第43章 第19节 说到 看啊 我要再做 一件新事 哈利路亚 我要再做一件新事 神要在我们当中 所做的事 大概是 我们还没有经验过的 神对耶稣亚 和一般的那些 离开了埃及 现在是 耶稣亚带领他们 跟他们说 在耶稣亚第三章 第四节 他说 这条路 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神说 我知道 这条路 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是一件新的事 所以呢 我要亲自的带领你们 你们要仰望那个业柜 你们和业柜要隔离 不可以跟业柜相近 使你们知道 所当走的路 你们跟着业柜 业柜就是神的同在 哈利路亚 所以呢 在生命记 第31章第八节 耶华必在你们面前 他也必与你们同在 必不批下你 也不丢弃你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对 2021年刚过去 还记得 2020年的时候 第一次关于 COVID的疫情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好像很惊慌 甚至没有机会庆祝 那个奴隶新年 2021年的时候 同样的没有机会庆祝 这个农历新年 而且呢 那个疫情更加严重 使到人心惶惶 但是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不会批下我们 也不会丢弃我们 我们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为什么呢 出埃及记 第十三章第二十一节 讲到 日间 耶和华在云柱中 领他们的路 阿们 夜间 在火柱中 光照他们 使他们日夜 都可以行走 哈利路亚 他要在我们当中 做一件新的事 他有在我们当中 做新的事吗 我可以看到 虽然那个疫情 影响了我们 教会的 机会的操作 很多信徒不能够回到 他们所爱的教会 做礼拜 不管是哪一个宗派 但是呢 他们学习如何在网上 参加聚会 他们学习如何在网上 参加祷告会 他们学习如何在网上 做赞礼敬拜 哈利路亚 变成了更加多人 更加多信徒 他们学习如何祷告 他们学习如何带领 弟兄姐妹参加赞美敬拜 感谢主 更加多的弟兄姐妹 他们如何带领 那个小组 哈利路亚 所以呢 神的教会 没有倒下来 反而呢 更加快速的 在那边 增加和长大起来 哈利路亚 日间夜间 都有云柱和火柱 光照我们 神的灵与我们同在 最重要就是 我们要看见 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 就是因为我们看不见 所以我们感到 非常的惊慌 我们看不见 我们也感到非常的惧怕 我们看不见神的带领 我们也感到 好像很失望 很绝望 在诗篇一一九十八节 求你开我的眼睛 使我看出你 律法中的奇妙 哈利路亚 你和我要叫主说 主啊 你要开我的眼睛 因为在这以赛亚书 四十三章十八到十九节 里面有讲到 神有挑战他们 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其不知道吗 也就是说 为什么你们看不到 为什么你们不懂 为什么你们不明白 为什么你们还一直在讲以前 为什么你们还一直在想以前 不但讲以前 而且才想以前 什么都是以前 以前 但是神说 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因为我要在你们中间 做新的事 教会突然间 从有墙壁的教会 变成没有墙壁的教会 教会突然间 好像把整个 四四方方的墙壁 神把它除掉 然后使到每一个社群 他们都能够参加聚会 参加教会上网 哈利路亚 阿们 这是一件新的事 基督徒也学习 如何侍奉主 如何做见证 如何领人归主 哈利路亚 在网上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们岂不知道摸 因为我们的眼睛是瞎的 我们的眼睛 总是要看以前 和古时的事 我们的思维 总是停留在以前 和思想古时的事 所以弄成我们眼睛 是瞎的 看不到 所以在以弗所书 第三章第17到第19节 这边讲到 保罗说我要为你们祷告 使到你们的眼睛能够看见 而且你们 的心里面也会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的 长阔高深 以弗所书 三章第17到第19节 使基督因你们的心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的 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 所能测度的 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哇 你想想看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 神的爱是何等的 长阔高深 他不是只是爱我们信徒 他甚至爱那些没有信主的 哈利路亚 他们不是在教会的墙壁里面 他们是在外面 但是用作这个上网呢 使到那些没有机会来教会的 未曾来教会的 他们也能够只要按一按 滑鼠 他们就可以来参加 就会听到关于 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他的大爱 阿们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 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 因此 我却听你们信 从主耶稣 亲爱的众圣徒 就为你们 不足地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 常提到你们 求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 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赐给你 使你们 真知道他 并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赵 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的基业 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 哈利路亚 第十九节 也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得能力 是何等浩大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所以我们要为那些信主的人祷告 好叫他们不要经验以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因为神要在我们当中做新的事 我们要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祷告 使神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 给他们知道 他的恩赵有何等的指望 哈利路亚 因为神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 要彰显给他们看 阿们 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三十一节 告诉我们说 有两个门徒 他们要去以马五十 那么在去以马五十的路上 他们遇见了耶稣 他们开始的时候只是跟耶稣谈 谈的时候是说 你不知道吗 有一个人 他是先知 他被钉死在十字架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良善的人 不但如此 他还行了很多神迹启示 那么他们跟耶稣教堂的时候 他们认不出是耶稣 直到过了一段时候 过了一段时间 突然间他们才醒过来 那不是耶稣吗 我们的主吗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这才认出他来 突然耶稣不见了 祈求主 打开我们的眼睛 给我们看到 每时每刻 其实主在我们当中 在做他神迹启示 哈利路亚 在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教会 在我们的社会 在我们的国家 他都在行他的神迹启示 哈利路亚 当神要我们不要纪念以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诗的事的时候 他说他要在我们当中 做一件新事 要我们的眼睛打开 他要在我们当中 所做的是什么事呢 他甚至在第十九节这边 有很清楚的描写出来 我读了之后 我的心里面感到 主啊 我的确是不能 唯有靠你 这件新的事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这件新的事 圣经告诉我们说 它是在旷野开道路 旷野 哪里会有道路 我在沙漠开江河 在沙漠 哪里去找一滴的水 对不对 但是呢 意思就是说 他要在我们当中 做 人不能够做的事 他要 在我们当中 做他 只有他能做的事 马可福音第九章 第二十三节说 耶稣对他说 你若信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哈利路亚 或者 你的生命里面 你经过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失败 甚至你 失去了你最自情的人 你最爱的人 你的丈夫 妻子 或者是家人 因为这个疫情 或者是这疫情 也使到你 失去了你的工作 最可惜的是 这疫情呢 已经使你 战战兢兢的 每天过日子 到那种地步 你已经感到 非常的失望和绝望 在 约尔书第二章 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这边讲到呢 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 就是 亡虫 男子 马扎 咸虫 那些年所持的 我要偿还你们 亡虫 已经是非常严重 你有没有看过那种画面 我有看过在非洲 印度 和中国 那些亡虫一来到的时候 瞬间 那些农作物 全部被吃光 并非是一小时两小时 在降下 和 飞起 在一瞬间不了 那些农作物 全被摧毁 这边讲到 亡虫已经是 一个很大的灾难 男子呢 更加严重 马扎呢 甚至是不得了 剪虫呢 已经到那种程度 就是说 非常非常严重 但是神说 不管你的经验是 亡虫 男子 马扎 剪虫 那些年所持的 你所经过的 哈利路亚 神说我要偿还你们 哈利路亚 第二十六节 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 就赞美 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 你们的神 我的百姓 必永远不知羞愧 哈利路亚 二十七节 你们必知道 我是在以色列中间 又知道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在我以外并无别神 我的百姓 必永远不知羞愧 哈利路亚 神在跟我们说话 祂说 祂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假如是旷野的话 祂要开道路 假如沙漠是代表你的生命的话 祂要开江河 哈利路亚 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三节说 耶稣对他说 你若信 哈利路亚 你若信 你要做个选择 你若信 但是你不能够信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直在纪念从前的事 你一直在思想古的事 所以你就不能够信 因为你想起以前的事 古时的事的时候 你哪里有信心 要是接受上帝要做的新的事呢 所以呢 你要做一个选择 你若信 假如你做了这个选择 耶稣说八个字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就是这八个字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格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上帝为爱他的人 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哈利路亚 感谢主 你知道吗 你要做住 这段经文 马可福音第九章 第二十三节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路加福音第一章 十八到二十节 讲到 撒加利亚对天使说 这是怎么可能 我已经老了 我的妻子也已经老卖了 天使说 因你不信 你弟亚巴 不能说话 知道这是成就的日子 你想想看 他的不信 使到他 有一段时期 变成亚巴 为什么呢 因为 上帝不要 也不容许他 乱乱说话 说那些不信的话 所以撒加利亚 他变成亚巴 知道他的儿子出世 亚翰出世 所以你要守住你的口 守住你的思维 不要讲那些负面的话 或者是没有信心的话 你要根据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 十八到第十九节 认同 这边所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看啊 我要做一件新事 在撒加利亚 就是他的太太 已经是年纪这么大了 但是那件新的事呢 就是呢 能够怀疑 而且生 那个耶和先知出来 在那个 路加福音第一章 三十四到三十八节 玛利亚对天使说 我没有出嫁 怎么有这事呢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 要应替你 因此 所要生的圣者 必称为神的儿子 就是上帝 给他很特别 很特别的一个挑战 就好像说 上帝说 对 你还没有出嫁 但是呢 至高者的能力 要应替你 因此 要生的圣者 必称为神的儿子 是一件新的事来的 就好像圣经说的 他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 十九节说的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但是玛利亚的态度是什么呢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这件事 有没有发生呢 有 感谢主 哈利路亚 Amen 主耶稣诞生了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所以呢 我们的态度 要好像玛利亚这样 虽然我们知道 看到 感受到 是不能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那句话 请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所以在 以赛亚书十八十九节 所讲的 我们要说 主啊 请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马太福音第九章 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 这边讲到 旧皮带 新皮带 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 以前的事 古时的事 就是好像那个旧衣服 上帝要做的那个新的事呢 就好像这个新的布 所以这边讲到 因为所补上的 会撕破 那旧衣服 裂口 就更大了 为什么你的生命的裂口 那么大呢 因为你一直在 把那个旧的那个衣服 你一面要 想要接受新的布 但是你又不肯放弃旧的衣服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的裂口 属灵 生命的裂口越来越大 你要放弃 以前的事 虽然你不能够忘记 你所学习的教训 那是理所当然 但是你一定要放弃 以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新皮带这边讲到 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第十六到第十七节 讲到 关于旧皮带 新皮带 讲得很清楚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 若是这样 皮带会脏破 酒会漏出来 皮带也糟蹋了 哈利路亚 相反地 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 两样都保全了 在这2022年 上帝向我们说话 上帝告诉我们很坦白的 他要在我们当中做一件新的事 而且这事呢 不是人为 是根据上帝的圣灵在我们当中 不是靠势力 也不是靠才能 乃是靠神的灵 成就这大事 我不晓得 在你的生命里面 过去两年 你经历了什么 不管挑战是如何的大 你面对的一切 或者是一次又一次 重复了又重复 好像是旷野的那种经验 你所遇到的 不如意的事情 或者好像那个沙漠这样 你感到根本就是 没有一线的希望 也找不到出口 但是上帝说 今天早上 他跟我们说话 我要做一件新事 上帝说 你难道不知道吗 你可以知道的 只要你要知道的话 你求我打开你的眼睛 你就可以看到 你也可以明白 你也可以懂得 我所要做的事 因为我要做的事是 人做不到的 办不到的 我必在你的生命里面的 我必在你的生命里面的 沙漠开江河 或者你自己 你个人的生命的经验 你感到很茫然 或者是你的事业 或者是你的经济 你感到对将来来讲 没有保障 无论如何 上帝说 我要在你当中 做新的事 你若信 在新的人 凡事都能 上帝爱你 哈利路亚 圣经告诉我们说 上帝 爱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保罗 他说 因为上帝这么爱你们 所以他常常为他们祷告 叫那次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赐给你们 使你们知道 他还有他的爱 是如何的 常阔高深 哈利路亚 来我们大家低头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 我感谢你 因为 你在向我们每个人说话 你讲得很坦白 你是说 对 我们的过去 是充满了泪水 对 我们的过去 偶尔 也会有一些 是我们很高兴的事 但是不管如何 那是以前的事 和古时的事 你要我们放下 然后呢 你要我们面对2022年 因为 在这2022年 你要做新的事 这新的事呢 我们是 无法想象的 但是我们知道 主你爱我们 你的爱是何等的 常阔高深 哈利路亚 并且知道 这爱是过于人能测度的 而且你的爱 是可以充满我们 哈利路亚 所以我将每一位弟兄姐妹 交在你的手上 求主你亲自的带领 日间 主啊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你在云处中 领他们的路 2022年的路 夜间 你的火柱光照他们 使他们日夜都可以 行走 主啊 你必在 每一位弟兄姐妹的 面前 老老少少 使我们能够 平平安安地 度过这 2022年 哈利路亚 因为你不会 屁下我们 也不会丢弃我们 所以我们不必 惧怕 也不要惊慌 哈利路亚 我们只要相信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感谢主 那些年 王虫 男子 马杂 剪虫 所吃掉的 主啊 你要大大的 偿还 给我们 哈利路亚 Amen 你要使到我们 每一位 必多吃 而得饱足 不管是在 日常生活 或者是在 属灵方面 因为 我们 所侍奉的 耶稣 是行 奇妙 似的 耶和华 哈利路亚 我们 身为你的百姓 必永远 不知羞愧 感谢主 赞美主 所以我将 每一位 加在你的手上 求主 你看顾 保守 和祝福 这 每一位 在 2022年 每一个人 每一个 弟兄 姐妹 每一个家庭 哈利路亚 教会的每一个部门 和整间教会 不管是英文部门 还是中文部门 还是福建部门 还是 Nepolis部门 还有 那些 我们宣导的 在台北 还有 尼泊尔的 工作 主啊 你也一样的看顾 日和夜 一样的看顾 之间 你的营 住在我们 当中 领我们的路 夜间 你的火柱 光照我们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感谢主 你的应许 你要在我们当中 行着 行的事 哈利路亚 我们将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 凭信心 拥抱 2022年 我们宣告 2022年 哈利路亚 是我们得着的 新的一年 因为我们有 耶和华 要做新的事 在每个人的身上 在我们的教会 在我们的社区 哈利路亚 在我们的国家 我们感谢主 在每一周 将到个人 耶稣基督的神明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